新冠病毒急救处理方法 这次印度新冠疫情严重 已超过40万人确诊 近3500人死亡 印度医疗系统已不堪负荷 很多民众找不到呼吸机和病床 有能力的人 会去买一个氧气瓶 帮亲人保持呼吸 有钱的人雇用护士和网络咨询医生 我是新那里的居民 现在美国南湾工作 我的家人亲朋好友都在印度 我们的心与印度人民同在 想请教张医师 可否设计一套紧急救助 新冠患者的处理方法 及操作步骤 因为现在叫他们听理论或详细听 影响身体支援的理论有点来不及了 紧急救助新冠患者的操作方法 最好也能翻译成英文 感恩您 这个问题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看死了那么多 那原始点不就是要救这些人吗 刚开始其实情况不会严重 一般得到的时候 因为体力还有 可能有一些疲惫 然后甚至鼻子会失去嗅解 那嘴巴也会有一点异味 那甚至会流鼻水 会头痛 这个都还在头部 或是咽痛 喉咙痛这些 但如果再进一步进到肺部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情况更严重 比如刚开始可能胸闷 胸痛 那进一步的时候就呼吸困难 那到了呼吸困难的时候 在西医室从果解症 因为他不知道阴在哪里 那氧气罩跟呼吸机 那个都是暂时性 从果暂时缓解你的症状 但对你的疾病之因 帮助不大 如果与原始点应该怎么救 那我认为西医之所以 这一次医疗会死那么多人 因为没有更好的方法 呼吸机跟氧气品 不是最好的方法 那个是缓解症状 真正从因治病 也就是一劳永逸 那一定要从体伤跟热能不足下手 一般会失去生命到命尾 一定跟呼吸有关 呼吸困难急促 这些现象已经出现 所以急救最重要的是 先按推向背部 我们遇到的一般不会是出疹的患者 一般都已经蛮严重 我说你自己如果说感染 你又懂原始点 你自己喷一喷 比如说喷鼻子啊 或是喷喉咙 那不管发烧 咽喉痛 或头痛 这样都会有效 但如果我刚刚讲的已经到了呼吸困难 急促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命违的时候 一定要先从上背部解决 那上背部最重要的就是 要按推上背部的脊椎两侧 你按完的时候 他呼吸就会顺畅 而且是立刻比氧气罩这些还要快 又是根本性的治疗 那为什么他会喘 就是体伤嘛 啊体伤就在上背部 那我们是直接从阴下手 一解开了 他就没有呼吸困难的问题 按推完之后 进一步再用眼红外线照射 或电热器照射 一边照射 皮肤热的时候 涂姜本 那大面积涂 我们看有没有这样的影片 来补充一下 记得还是要手腕的力量 你们看 我手腕一定在动 那这样就表示比较轻巧 然后也可以揉到深层 我这样你能接受吧 勉强 勉强哦 你这很耐火 我知道了 那我就改个手法 还是要与患者能接受 患者人很虚的 记得一定要有耐心 刚开始一定是浅层 这样跟他把它揉开之后 然后他慢慢这里松了 有时候你就可以用力了 他就能承受 他刚开始不要下重力 好 这个影片也示范给大家看 是大面积 不要只有涂脊椎两侧哦 是整个上背部都要涂 这个影片很好 他也有拍电热器 或是眼红外线照射的 那整个背部就会发热 那保鲜膜如果患者容易流汗 保鲜膜里面还要放厨房用餐纸巾 里面的细节就是我们重病处理的 一边照一边涂姜粉泥 来回三遍 三遍完 然后用保鲜膜 这样的患者 如果你一开始 在外地遇到 他已经很喘了 你也没有眼红外线 也没有电热器 立刻用我们的工具 也就是手 去按推他的脊椎两侧 上背部 一按完 他立刻就可以缓解 那这时候 赶紧教他一些方法 回去要用电热器 那只要有温敷 又有按推 很多命危的情况下 立刻就可以缓解了 这样做 然后再用保鲜膜包扎 那保鲜膜包扎 如果还不够 还可以再用红豆袋 温敷 或是眼红外线再照射 这样就随时就可以补充热源 等呼吸解决了 再来进一步 再观察看 他还有没有其他症状 比如如果他还有头痛 或是喉咙痛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开始将门喷鼻 按推头部原始点 这外面类似的都有 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是用最优质的姜粉 注入进去 我们打开以后呢 有这么一个轴 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姜粉的量呢 大概只有达到四分之一 在这里 为什么只能这么多呢 因为这个管子装进去以后 如果量太多 整个管子都姜粉 喷出来出姜粉量太多 患者会受不了 那喷的时候呢 打开 不要用力挤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已经很刺激了 那么喷了以后会有几个现象 这几个现象呢 很容易让患者产生恐惧的感觉 这个不用担心 比如说这个热直接冲到脑门 会影响到眼睛 眼睛会反映很多很多的泪水 鼻子呢会有通畅的感觉 喉咙呢也不会那么卡卡的 我们胸部肺部喷了以后会突然压缩 然后突然释放 整个上呼吸道 包括我们的气孔都很舒畅 这个呢就是按照张医师都讲的 热源只拉患处 那记得喷鼻的时候患者如果很虚的时候 那个量不宜太大 喷鼻的时候要叫患者闭气 闭气喷进去的时候 刚开始不要用鼻子 我怕很多患者会呛到 先用嘴巴呼吸 呼吸个一两分钟 鼻子已经适应了那个鼻腔里面的姜粉 自然它已经附着在上面了 就不容易呛到 这时候你慢慢就可以恢复呼吸了 整个情况症状也可以改善 那记得头部原始点一定要按 好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我们紧接着 第一点这一点下来 好 这是第二点 好 第三点这一点 也是直接顶进去 好 那这样 一样用前头 好像钟摆来回均匀的 好 这里 然后我这样握着 然后手这样放 好 那直接顶进去 然后就开始 这样 有看到了吗 顶进去 有没有 这个刚刚我们示范的顽骨 再来前头法 那我们再来就是主要的手肘 手肘就是这样 如果来回 当然上 如果这样 上面这三点 这样上下 照我们原来的 因为坐姿这样蛮好按推的 这个方面 甚至比趴着还感觉好做一点 好 那接下来就要注意了 接下来它一定就是 你要取一个自己的姿势 然后顶进去 顶进去之后 身体一定是靠过去 而不是用这样 这样硬邦邦的要把它按推 那是没用的 身体靠过去 然后也是很软的 你看 大家 好 那我这样就可以按推了 手肘就这样 然后身体往前顶进去 然后就可以了 这样 然后顶进去 身体一定要蹲下来 这样才能够垂直的顶进去 这样力量才能出来 在床沿的旁边 你就可以这样顶进去 那这一手也是一样 可以顶进去 我们也可以用前头法 比如我做给大家看 这时候前头法也可以用 当然偶尔我还是会用 顽骨啦 这个也因为它 这个很方便 顽骨任何一个动作 好像都可以尝试着这样做 我们说有热人则生嘛 无热人则亡嘛 热源进去之后 它就可以被吸收 那我们整个身体的运作 就可以恢复 那这样在急救 可以救很多人啦 我的建议 如果周遭朋友 遇到这种紧急困难 不用担心 这里都没有什么侵入性啊 脊椎旁开一指宽 你也可以用顽骨 也可以用拇指指腹稍微按 甚至力道大一点 也可以用到手肘 那就是看患者能否承受 按了它缓解了 立刻用电热器 温敷还有配合姜粉泥 没有姜粉泥就直接用电热器 光这样上背部你解决了 它就可以稳定下来 那其余的头部再帮它按一按 然后也是这样温敷 我相信很多情况都能够立刻反转 重回健康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 要交代患者 避免含凉包括吃的 那如果各地方遇到这样而不会做 没关系就打到各地方的负责点 去请教他们 比如欧美国家或是美加地区 可以找像美国基金会啊 包括大陆也有一些公告点 我相信紧急的情况下 如果需要姜粉 他们也可以帮忙寄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